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胖哥 如果有在看我视频的朋友 麻烦给我点赞关注加转发 一键三联的朋友 可以免费获得我这边 送出的一份歇息大礼包 找我喝茶前往 都可以找得到三联小胖哥 有个招商小姐姐她找我 她说你好 我这边跟你了解一下 就是最近钱包变更 导致很多商家 办理对公账户很麻烦 我说是的 很多地方不给开对公 京东又不给跳对公 不给开对公 然后京东跳对公 又很容易掉10名 她说不给开对公 是啥情况 你能跟我讲一下吗 我说很多银行 地方的银行 都不给这些电商开户 主要是这些电商 开出来的账户 基本上没有怎么用 开出来没有多久 就变成死户 所以说很多地方都不给开 她说是个别的银行 我说大小银行都一样 她说四大行也不给开吗 比如说像建行这种 我说都不给开 现在只要是收到这些做电商 基本上都不给弄 她说银行不给弄 一般会以什么理由来季节 我说这些银行直接很简单 第一地址问题 公司问题 最主要的就是电商公司开了之后 不走流水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很多电商公司开出来之后 直接就是验证了 打款的金额之后 就不走账户了 然后后面也不走对公 我这边倒是可以跳京东对公 但是也不能百分百 她说现在跳京东对公 后面也卡住了吗 我说是的 现在卡的比较烟 她说对公如果说跳过了之后 是不是可以走代付款 我说这个代付款也是要看店铺的类型 有些人走代用代付款 有些也不可以 比如说像小店就不可以 她说我本来以为就是最近有蛮多商家没有缴费的 我就问一下原来就是对公影响这么大 我说是的 影响特别大 自从三月份以来 京东钱包这一个月就更新了十多次 就是关于跳对公这一块的更新了十几次 现在现在市场上跳对公的价格 有三五百七八百的也有一千多的 价格五发八门 但是有一点就是都不售后 我不能说是哪一个比较稳定 但基本上都是没有包 基本上如果说是掉SM之后 她就不售后很脆弱 以前跳京东对公基本上是跳完就没有啥问题 现在跳京东对公跳完了之后 系统更新 她就直接没有那个SM就重新要弄 其实京东缴费 它是可以不用对公了 可以用企业优盾去缴 或者说用个人去缴费 但是你提现的时候 就是必须要跳京东对公 要有工户 这个就很麻烦 最近也有很多朋友找我 就是要跳京东对公 我都会跟他们讲 我说不急的话 你可以再等一等 因为现在跳对公相对来说 可能是最贵的 最不稳定的 最麻烦的 因为这一两个月很不稳定 更新太频繁了 那后期等系统稳定一点 更新没那么频繁 还有就是跳对公 现在你们不管去哪里跳 基本上都是没有办法售后的 所以说现在京东跳对公这一块 坑很大 水很深 具体的话 我也不是能讲很清楚 但是只能说随着时间 在这边再去定吧